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FAMILY 这期节目 我是Shelly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就是梅菜炆五花腩 材料非常简单 甜梅菜和猪腩肉就可以了 甜梅菜买回来 我们就洗干净 把它浸泡水 然后浸泡两个小时 视乎你们的咸菜的咸度而定 我这个就浸泡两个小时就可以了 然后五花腩我就买大幼皮的 大幼皮的炆起来更好吃 然后有六七反的蒜头 OK 我们首先就切了梅菜的根部 很多纤维就比较硬 然后就切小粒 把它全部切到小小粒 这样呢 你炆起来呢 这样就容易腍一点了 然后呢 我们的五花腩呢 我们就切它 一个大幅 这样就可以了 吃起来呢 有没有好一点 然后呢 我们的梅菜呢 就将去白锅那里烘干它 这个锅呢 是不用放水 和不用放油的 OK 我们就把它烘干它就可以了 这个步骤呢 就让它烘走那些梅菜那些 嗯 那些 那些乱味呢 可以有它有事 那些不好的味 它们也可以烘走它 而且烘开它呢 就比较香一点 OK 他们 嗯 几分钟这样就可以了 三四分钟 你在烘到它炒到它 这样起白烟呢 它的 梅菜呢 稍微干身一点 我們就差不多可以塗上來 OK 我們就把它塗上來 備溶 如果大家喜歡用鹹的梅菜 也可以甜鹹的兩個一起用 親自來用也可以 然後我們鑊放一點油 放大約兩湯匙 然後我們就爆香的五花藍煎 把它的表面煎香就可以了 我們每邊就煎 兩分左右就可以了 或者你看到它有金黃色就可以了 把它慢慢地煎 中小火就可以了 不需要很慢火的 OK 我們看到它有焦黃 我們就可以把它翻面 如果勤勁的話 也可以四面都煎好 OK 我們就慢慢煎香 煎香它 然後我們炆起來 好吃一點的 香厚一點 還有它的肉 沒有那麼容易散 OK 我們煎了大概幾分鐘 我們看到它四面都金黃 我們就把剛才的梅菜 放進黃果裡 把它炒一下 然後我再加一湯匙的紹興酒 讓它更香一點 然後我們就一樣繼續炒它 其實梅菜它很吸油 所以剛才放兩湯匙 就可以了 因為待會我們炆它 那些五花腩會出入 OK 我們一樣爆炒它 之後 我們就可以 放水下去炆 我這裡就會放五杯的水 下去炆 OK 我們就把 蓋過的梅菜 它們的水 因為它們都炆了差不多整個小時 所以我們就要放足夠的水 OK 我會放一湯匙的糖 然後一湯匙的蠔油 然後一湯匙的豉油 然後一湯匙的 然後一湯匙的黑豉油 然後我會炆到小火 小火炆到一小時 OK 我們就會放蒜頭 一起炆 全程炆到一小時 每次都是用小火來炆 然後放開蒜頭 就一樣蓋上鍋蓋 然後我們就隔一會 20分鐘左右 我們就剷一剷 怕它不會黏底 如果你們五杯水不夠的 你們也可以中途再加點水 炆到你的梅菜和豬肉軟 就可以了 通常我們就要視乎梅菜的質地 有時它會買到一些比較快軟的 然後一些就會比較硬 就會比較軟 因為我買到這個就比較硬 所以我要炆它一個小時 它才會軟 所以我的梅菜已經夠軟了 炆了一個小時 我現在就可以關火上碟 這個菜真的很香 很好吃 每次我吃都會吃多了很多飯 這個它有點像梅菜購肉 不過它是簡易版 因為沒有梅菜購肉的步驟這麼繁複 因為梅菜購肉的豬肉也要炸開 這個就不用了 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為止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 就給我一個讚好 分享出去 還有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打開旁邊的小鈴鐺 那我下一條影片就會得到通知了 我們下集見 拜拜